另外代表周鸾音则是针对有玉里镇内的建设工程进度 因为迟迟没有看到 所以提出质疑说经费是否还在 另外代表周鸾音则是针对县议员针对玉里镇所规划的建设 农路经费预算是否正工所有真正落实以及正在执行 包含了观音里的排水沟50万元的工程 以及竹林寒馆改善工程等等 因为迟迟都没有看到进度 所以提出质疑说经费是否还在 很多议员愿意来建设我们地理的 像金针山是我们的观光重地 花了这么多钱 接近200多万两三百万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想那个你手上的工作报告都会有 目前都还在执行中 我想要逐一的了解 目前他们进度到哪里 这么多这么多的 我想课长你可以逐一逐一的说明吗 什么时候可以 这笔钱还在吗 周然音说 另外还有赤克山的80万元的农路改善工程 因为都很清楚 2月13号来文 2月20号核准 3月10号通知设计日期 要求政工所建设客 以及农业客要排除万难 一定要如期进行 不然这些农路 这些道路坏在那里 民众的安全 谁要负责 记者高松双预政采访报道